看到之后的话先去思考逻辑 比如说数字OK的 英文的话其实跟数字差别 你可以切到我们刚刚的ASCICO内码表 内码表的话在这里 其实刚刚的范围其实只是47到58 所以其实你如果是 假设是大写部分先处理好了 那就是64到91 所以其实假设先处理大写 先不管小写 所以你可以怎么样 64到91 所以其实很简单 记得这个6491 然后你就拿1把这个什么 Ctrl C 然后底下Ctrl V 或者Ctrl键拖拉也可以 那这边改成留下英文 OK 其实就是只要是你的逻辑没错的话 我想应该程式写出来就还蛮顺利 而且还蛮有成就感 对想得到就写得出来 OK就是这样的一个流程 没有突然多出什么东西 大概这些都够用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怎么样 把它改完之后 其他的话就是这个 改什么 64 对不对 这边改的话 91 这样就OK了 但是只有大写 那我们试一下 那我们试一下大写 可是大写就已经先跨出一步了 小写再来处理 所以有的时候你不要 不可能说你一下就跳到上面去 你一定是这阶段 在下一个阶段 对不对 按部就班的 先解决一个问题 下一个阶就感觉比成功越来越近了 可以执行一下 放错位置 应该这边改成1 OK好输出到这边才对 但你会发现 这个大写的出来了 但是小写的没有出来 那怎么办呢 其实另外一个方法就是 其实我刚刚有讲过那个逻辑 其实方法还蛮多 如果你不用那个转换大小写的话 你可以处理什么 这个以下 and这个 就是这下面的交期 然后或者是这个 and这个 那只是说你可能要再写一次 或者是说写在同一行 然后用刮符 就是前面一个and 然后中间一个偶 然后后面一个刮符 然后里面放and 就是有点像这样 不知道各位懂不懂的意思 就是刮符起来 然后里面用and 然后这边偶尔 然后这个刮符 里面在and 然后这样子 所以它这个and中间其中一个出现就OK了 可是会写很长一串 OK 你可以试看 但是呢 另外一个写法是 我干脆直接 把这里面的小写 全部转成大写 再来一次判断 看起来好像这个比较简单 所以有时候 在处理程式 你可能会有很多个选项 那你要想像我的习惯是哪一个比较简单 就用哪个方法 OK 所以看起来好像似乎转成大写 再一次判断会比较简单 所以我刚刚有讲过说 如果你要转换成那个转成大小写 之前旧的版本是输入按搜寻 可是它现在变成都英文版 那说明也变英文 所以反而搜寻不到 那没关系 你就记得是Ucase Ucase OK 那放哪里呢 特别注意 你要先把这个字抓出来的外面 所以特别注意 放的位置一定是密的 这个刮斧的外面这里 然后你打一个什么 打一个 我的习惯先打个空白 空白再往前打一个VBA 因为如果你不知道哪一个 函数的话 你可以打VBA点 但是VBA点可打可不打 所以你会发现我E3前面有些有 有些没有 那两个都可以 那打的话好处是 你如果有一些函数记不起来的话 你可以打个开头那个字 它会帮你把那个完整的那个 这个单字帮你把它拼出来 所以有的时候 你如果懒得背一些单字 这个也是懒得很法 点下去就有了 所以有些程式 要背的东西太多了 像我的习惯中点的 反正点下去再用挑的 挑的好处是什么 第一个不用死背 第二个绝对不会错 绝对不会错 为什么 因为这是他提供给你的 所以U-CASE 但如果你不确定是不是OK的话 按F1 F1就跳过去 然后跟你讲说U-CASE就是什么 包含字串什么转转为大写 反正就上面了 其实这个翻译翻得很烂 你就加点看一下 其实应该是上面那个 上面那是才是原文 下面是翻译 意思就是帮你把它转换成大写 那如果说我把 如果是小写 反正它也会先转成大写 所以U-CASE前刮壶 然后刮壶记得包在这个MID的这个 等于这两个刮壶的中间 不过其实你 理会上哪一个都可以 只要后面是三个刮壶就可以了 好 再来后面这边也是一样 记得E在MID的前面打一个VBA 不过你点下去 它会跳MID 所以我刚刚是多做一件事 先空白再往前 为什么因为空白再往前 它不会 所以你打那个点的时候 它不会直接跳MID 所以我就空白 然后打U-CASE 然后前刮壶 然后在后面的部分 再加个后刮壶 那个空白你移开 我记得它好像会自动消失 我看一下 会消失 有没有 OK 所以它程式 有一些它会自动化的部分 你可以或许可以善用 这样的话可以节省你打程式的错误 OK 那这样的话 基本上就OK了 应该看得出来我加在哪里 记得不能加错位置 你不能加在ASC的外面 因为如果加在ASC外面是转 判断完之后 就来不及了 先转完之后再给它判断 转完之后再给判断 好 这样的话就大功告成 OK 那试一下 如果剩下来的话 好不OK呢 把它执行一下 好啊 所以这边输出 OK 小写的部分也出来了 OK 那留下中文的话呢 其实逻辑 跟刚刚那个还也是有点像 只是说呢 中文部分你会发现这个表里面 0到127完全看不到中文 所以意思就是说 不在这个表之内的通通 应该就可以算是中文 所以是小于0 大于127 因为在美国人设计那个电脑的时候 他没有想到有多过于系这回事 所以他是后来 比如说呢 用两个败者来解决 那如果两个败者的话 一定就不是在这个表里面 可能会是负值 也可能是正值 OK 那不过还有一些问题 因为未来还有什么unicode的问题 不过我觉得那些都又扯远了 所以我们大概知道就可以了 因为之前还有同学说 老师那我怎么分辨说 中文日文韩文 还有什么繁体简体 那又是更其他的问题了 你要去查那个表的范围了 那个又是另外的问题 所以我们如果要转 留下中文的话 一样把这个复制贴过来 这边改个中 那我的逻辑 基本上就不用转换那个 所以你就把U-Case 刚刚有转换大小写 这个可能刚刚加了之后 要把它拿掉 U-Case 然后后面刮5 不能多一个 然后呢 记得就是 它要是什么呢 小于0 所以这边把它小于0 然后呢 两边会不会交重叠到呢 不会嘛 所以把这个改成什么 改偶 对 然后呢 再来一个话 就是大于127 所以这边把它改成大于127 那如果说它这个逻辑发生的话 那它应该就是一个中文 OK 然后把它输出 输出到哪一栏呢 输出到F栏 好 那这样的话呢 又改完了 把它执行看一下 中文会不会输出呢 诶 No key 其他有吗 没有 不过如果说你想要再缺了 你可以把那里面的字 稍微替换一下 那就会更有感觉了 OK 那请各位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所以你会发现 虽然说后面有很多的其他变化 但是其实都是由第一段程式所衍生过来的 那可能比较大的不同 其实就是在那个 可能累加几个Count 把它改成S 串接次串 就是累加改成串接 好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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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